大家早安来关注到今天上午8点登场的2024年总统大选 包括了彭博、CNN等外媒就指出 这是一场很有可能改变世界重要的选举之一 而且由谁当选将对两岸世界产生影响 那画面中可以看到CNN一早也针对了台湾大选做了一支专题 当中就提到了 在台大选前四天大陆发射卫星 国防部发出了国家级的警报 但是没有想到却把卫星翻译成飞弹的尴尬场面 那么CNN资深驻台记者雷普利 他今天早上可以看到他今天是在8点的时候 8点之前他就已经到了台湾的投票所前 和美国国内的新闻主播连线 现场排队的民众的这个情况 那么雷普利他就表示呢 台湾很多选民甚至是不惜买机票 回到台湾投票 显见呢这场对大家的这个投票呢 对大家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大家都有很大的一个重视程度 那么接着再聚焦在这两天 中东地区的一个紧张情势 那么有着伊朗支持的 叶门叛军青年运动自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去年10月7号开战以来 为了是要展现对哈马斯的支持 青年运动在11月开始 当时呢就不断地攻击红海的商船 红海危机这也逼出了 美英在11号的时候 就联手对青年运动的军事基地 首度是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突袭 不过呢这也导致现在阿拉伯半岛 两个海域呢 现在的风险是急剧的升温 那么来看到 亲伊朗的叶门青年运动 在以哈战争之后呢 他们就明确地表态 以色列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挺哈抗议的立场是非常的鲜明 那么由于青年运动 他们主宰红海海岸的沿线 以及沙纳地区 可以看到呢 沙纳地区就是红色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他们自去年11月起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红海地区呢 是以无人机还有飞弹 就锁定红海的国际航运 发动了20多次的攻击 那么这一连串的攻击 这也迫使了欧亚关键的航线就中断 在红海这个地区是中断 因为呢 要知道红海是世界上航运最密集的航道之一 占了全球航运量的百分之 大约是百分之十五 而在美英联手攻击之后呢 青年运动他们在同一天就始研 他们现在要对美国做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回应 而在今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陆军中将西姆斯他就证实 青年运动在今天的时候 他们就发射了一枚的反潜弹道飞弹 来报复美国和英国在11号的一个攻击 而同天呢11号伊朗就声称 现在呢为了要报复美国 去年没收邮轮还有石油 因此呢他们在阿曼湾查扣了国际的邮轮 也就是圣尼可拉斯号 并且呢是转移到了伊朗的港口 那么可以看到呢 画面中这个地方是这条船只 它最后出现的地点 据悉呢这个船上是有19名船员 包括了一名的希腊人 还有18名的菲律宾人 当时呢船上是运载了14.5万公吨的原油 现价大约是7500万美元 约台币23.5亿 那么根据联合报呢 这个这图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船呢 它的航行路线本来是要从伊拉克这个地方 红色地区呢 它是要出发 然后运往土耳其 走的是新恩图结中 这个橘色的主要干线的这个航道 那么不过呢还没有到红海 红海就是这个地区本来要从这边开到这边 但是还没有到红海的时候 在这个地区呢就已经被伊朗扣押 那么对此美国白宫的发言人科比 他就谴责 这个扣押事件呢是要求 他们要求伊朗政府是要立刻的释放 这艘邮轮还有邮轮上的19名的船员 停止这些挑衅举动 太阳星全校客废有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俊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